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的内部70岁高龄重返职场的故事 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在人才市场等着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挑脸 运气好的能成为一家公司的实习生 运气不好的再经历数次这样的应聘 然而工作只有年轻人会去找吗 退休的本就是一个闲不住的老人家 在过了一段时间的退休生活之后 70岁高龄他决定重返工作岗位 当然他可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他太孤独了 妻子离世,子女也拥有自己的生活 无论他参加多少次的旅行 只要一回到家,顿时就没有归属感 他参加过很多的兴趣班 可是都不能提起他的兴趣 生活中的空缺只有工作才能将自己填满 一家时尚购物网站刚好满足了本的需求 他们招收65周岁以上的实习生 这家小网站公司的老板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朱尔斯 虽然年纪轻轻就能平级自己的实力拥有一家公司 每天都忙得结肉头烂合的 就更别提照顾家庭了 本参加了层层面试,终于被公司聘用 日理万机的朱尔斯早就忘记了要招收老年实习生的事情 况且他也不知道怎么和老年人相处 他和父母的关系就十分糟糕 为了不让公司因为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而被起诉 他接受了一位据说性格很好的老大爷 本他对工作一丝不苟 从他停职的西装就能看得出来 本自带办公室设备,计算机,老花镜 外加只有老年人还在用的钢笔 这些东西他用起来得心应手 对于电脑这样很常见的高科技产品 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开机 他也很乐于学习新东西 朱尔斯同意接受本做实习生 但并不想让他跟着自己 面对老人家说话 他就不自觉的紧张 考虑到本的身体状况 他希望将它分配到节奏更慢的工作岗位 可是人家却不觉得自己需要特殊照顾 他习惯挑战熊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这代表不了什么 无奈朱尔斯只能和他好着 他要尽量避免和本直接沟通 有事情就发邮件 可是本等了一天一封邮件都没有收到 他甚至怀疑老板已经忘了自己 无事可遵的他倒是很乐于帮助别人 很快就和年轻的同事们打成一片 他对工作的热情很快吸引到朱尔斯的注意 可他们之间还没有什么交集 直到他把僵制弄到衣服上 继续有人来处理 虽然有点大材小用 但公司也没有比本还嫌安的人了 朱尔斯遇到的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 投资方希望能够聘请新的CEO 他们并不是不认可朱尔斯 而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让公司越来越好 公司就像朱尔斯的孩子一样 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他不想以后干什么都需要别人的批准 他甚至可以去上总裁课 可投资方还是为了他推荐几个总裁候选人 希望能有他看得上的 这一周发生太多不好的事情 本看得出来 朱尔斯他需要好消息来调节他紧张的大脑 一大早来到公司清理了堆满杂物的办公桌 这一次就连朱尔斯也不禁为他鼓掌 本不仅引起了朱尔斯的注意 也引起了公司的按摩师菲奥娜的注意 本在工作上事物巨席 他发现朱尔斯的司机偷偷喝了酒 朱尔斯单独和一位老人家待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 就忍不住语无伦次 相反本却处置泰然 这种紧张不只是来自和本的相处 他要去面试CEO这种发自内心的抵触 让他变得十分的不自然 第一次面试失败 他可不想把公司交给一个完全不了解自己公司的人 朱尔斯拥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 可是这个家庭和别人家不太一样 妻子在外工作 丈夫在家照顾女儿 这种倒置过来家庭生活 现在看似完美 却隐藏着危机 女强男弱的家庭生活本就不是常态 即使丈夫承诺为此牺牲 但是总是被忽视 也变得像家庭主妇一样充满抱怨 朱尔斯的司机有事请假 本再次担任他的司机 他看到朱尔斯一家倒置过来的生活 他的丈夫马特成为了家庭富男 马特原本也有一份很好的职业 但是为了朱尔斯 他选择退居二险成为了全职奶爸 朱尔斯顺道送女儿上学 其他的妈妈告诉他 下周五要开午餐宴 他们都知道朱尔斯家里 男主内女主外 够18个人就好 朱尔斯告诉他们 自己可以做牛油果酱 这或许是他唯一能够替女儿做的了 通过这几天的短暂相处 朱尔斯还是没有改变想要掉走本的想法 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或许是因为本太善于观察了 从事能够看到他最狼猬的一面 就像人们很难改变对于事业女性的看法一样 本除了年龄大点 还真挑不出其他的毛病 就连路况这种细节的东西 他能够实时掌控 在70岁的高龄 不仅迎来事业第二春 也迎来了新的恋情 他和菲奥娜属于相互欣赏的阶段 他对待爱情的态度 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畏首畏尾的 喜欢就去追求 他这个年龄可没有几天让他搞暧昧了 他来到菲奥娜的按摩店 既是按摩已是弹琴 他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 只要老板还没有走 作为实习生就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朱尔斯注意了他 和他一起吃了宵夜 他们聊着聊着 就说出自己最近总面临的烦恼 他很讨厌一些男人对女人固有的定义 因为这个网站的创始人就是一个女人 连带网站都被称作小妞网站 本表示很同情 朱尔斯惊喜地发现 原来自己的公司 就是本曾经工作的地方 他对这里十分的熟悉 已将公司视为家 聊天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近了不少 也慢慢变得像朋友 只不过朱尔斯刚刚适应了本 他就被调走了 他太忙了 忘记了这件事情 结果顶替他的老太太实习生 差点让他出了车祸 偷偷开车带他回公司 朱尔斯向本道了歉 让他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本受到了重用 让他原本的助理贝基产生危机感 他可不想自己的饭碗被别人抢走 可是老板已经发话 他也只能遵命 贝基大部分的工作都给了本 让他觉得自己更加的失败 哭成了累人 贝基也是一名高材生 从发明计算机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 朱尔斯从未注意到他的优秀 也从未让他参加重要工作 每天的任务只有收发邮件 整理文件 本会毫不吝啬提起后悔 在汇报工作前 很刻意地提起贝基的优秀 希望朱尔斯能够注意到他 一个好的老板不仅能够同领工作 还要关心下属 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本的工作能力很强 很快就分析出公司出现的问题 他虽然老 但是他身上的闪光点一点也不少 总是那么平易近人 甚至融入到朱尔斯的生活当中 一个过来人身份去看问题 总能给他很多的建议 公司网站出现了问题 这将直接影响销量 他必须马上处理这件事情 即使他很忙 也要应付妈妈打来的关心电话 他发邮件询问本 为什么妈妈会这么烦呢 一点都不理解自己 最惨的是 朱尔斯要把原来发给本的邮件 发给了妈妈 他简直就要抓狂了 谁能过来救救他呢 他必须在妈妈下班之前 将邮件闪掉 如果被患有轻度心脏病的妈妈看到 他将会死得很惨 大家都没有办法黑进服务器 朱尔斯也不知道妈妈的密码 本提出一个十分荒唐 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潜入妈妈的公寓偷走电脑 时间紧迫 任务中 本带着三个小伙伴一起前往妈妈的公寓 他们都不敢相信本能够如此疯狂 一个人在车上守候 三个人进公寓找电脑 先在花盆下面找到了钥匙 潜入公寓 不料公寓有报警器 60秒内不输密码就会报警 更糟糕的是朱尔斯不知道密码 他安慰本 报警器是假的 是用来吓唬小偷的 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小偷气 结果一下子找到了两台 一台白色的和一台银色的 他也不记得妈妈的电脑是什么颜色的了 危机发挥了他巨大作用 他独定就是白色 电脑修过一次 他记得很清楚 随时报警器突然响起 原来妈妈买的是真的报警器 车里的这个家伙 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听着摇滚音乐 要不是戴维斯爬到车前面 他们真的会被抓 邮件删除计划成功 朱尔斯和他们去酒吧庆祝 但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疯狂过了 其实在年龄 缺压飙升 可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他很爽 很久没有这么带劲了 通过这件事 朱尔斯也重新认识自己三位员工 朱尔斯的压力很大 本就像他父亲一样 在他的身边支持他 为他触目划策 排除万难 本的又一位老朋友去世了 他邀请斐奥娜一起去三家葬礼 很快两个人就确定恋爱关系 有时候想想 到了快入土的年纪 反而活得越来越豁达了 一切都已经想开了 直到爱情来之不易 出现了就要好好把握 一天早上本去接朱尔斯 他的女儿正在闹脾气 因为工作的问题 不能带他去生日聚会 小女孩不同意保姆带他去 如果要退而求其次的话 那也得吃本 没有办法 只好同意女儿的请求 带着小姑娘一起来到公园 无意之间 本发现了马特的坚情 这让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朱尔斯 他为公司牺牲了太多的私人时间 忽略了家庭 但这都不能成为马特背叛他的理由 马特对于赵总裁的看法不一样 他觉得总裁能够解放朱尔斯 让他更好地回归家庭 可是他已经完全忽略了朱尔斯的梦想 互联网公司是他的心血 只有偷身在里面 他才能找到快乐 况且总裁就一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 直到马特出轨之后 本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朱尔斯了 总是处事太人的他 竟然也会冒虚悍 由于马特没有时间 陪朱尔斯出差的重担就落在本身上 一路上他总是欲言又迟 他不想那么直接地告诉朱尔斯 他的婚姻状况出现问题 可是越纠结怎么开口就越开不了口 他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让朱尔斯放松 和他说笑了一路 到了旧军山 他们第一晚就遇到火警警报 还好只不过是虚惊异常 在朱尔斯看来 这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现在的他急需安慰 本受邀来到朱尔斯的房间 朱尔斯很羡慕本的婚姻 结婚42年 一直都很恩爱 他的妻子一直都是最好的邪内住 不像自己把婚姻弄得一团糟 马特出轨了 他很早就知道了 本还想着怎么告诉他 这下再也不用纠结了 朱尔斯无意之间发现了马特的奸情 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他没有勇气一走了之 他爱马特也爱女儿 虽然对家庭疏忽了很多 但他不想失去 朱尔斯甚至能够理解马特 不断地安慰自己 丈夫的出轨自己也有责任 本来安慰他 不应该这样自保自欺 什么样的理由 都不能为出轨找借口 做好自己 勇敢地去面对这一切 本并没有给出有用的建议 但至少他当了一个合格的聆听者 让朱尔斯全部倾泻出来 这次就今生的面试十分顺利 CEO十分完美 让他挑不出毛病 他应该聘用这位总裁 回到家的朱尔斯和马特直接摊牌 他选择原谅 希望能够重新开始 一个晚上过去了 他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公司 而不是挽回自己出轨的丈夫 希望有人能够支持他的决定 而本就是那个一直站在他身后的人 给他建议和指导 马特也被朱尔斯为了自己而放弃公司所感动 和他重归于好 并且还要他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 行营自己的公司 最后朱尔斯和本一起参加老年健身班 去感受生活 了解生活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实习生》 本和朱尔斯都是实习生 本虽然在互联网公司是一个技术小白 但是在人生这项世界上 却充满了经验 朱尔斯虽然是互联网公司一个成功的老板 但相对于生活而言 他是一个不折不克的实习生 本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让这位压力巨大的成功女性 有一个宣泄口 也会在他最摇摆不定的时候 急于鼓励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 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好的方法不是逃避 而是勇敢的面对 这是一部幽默的喜剧电影 老游条我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